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呀 九二哥哥那个死人就是隔壁村师祖的那个姐姐 我见过 他竟然死在那里了 看那个伤口 看样子是被人犯的杀了呀 我俩都是一点的惊魂未定 毕竟都是九岁的小孩子 没被下尿裤子 那都算是有定力了 我缓了口气 走走走 赶紧回家 我去给爷爷说说 这些事不是我们能管的 说完 我跟他拿起了书包 就准备继续跑 就在此时 身后突然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转头一瞧 便看到两根麻糖棍递了过来 一个销售的男人正对着我俩微笑着 这个男人叫杨晓福 是我们小沟村人 一个外麻糖的 整个镇子最大的消费群体就是学生 而杨晓福在每周星期五的时候就会背一背楼麻糖来学校门口卖 他是个孤儿 自小都是靠村里阶级长大的 我爷爷可怜他 每个月国家补贴的下来都会给他拿一些 都是这几年 他成年了才没有拿的 事到如今 哪里还有心情吃麻糖啊 李大副见到了大人 一口气就将灌钩里面的事项全给说了出来 杨 杨叔啊 隔壁村里那个失踪的女儿找到了 就在灌钩里边 被人犯子掏了肚子了 你 你赶紧去报警吧 这话一出口 把杨晓福也吓了一跳 傻子 被瓦尔 被 被人犯子掏肚子了 你们莫不是在哈人吗 杨叔 我们真没骗人 你 你自己进去看看吗 李大副本想说带路呢 但是想到那可怕的一幕 顿时又把话给收了回来 别去告辞了人犯子 去替卫子再拉点 杨叔进去看看 你们赶紧回去叫大神来 杨晓福怒骂了一句 将贝罗放在一边就准备进去 杨 杨叔就在沟深处一个崖洞里边 哈 说完 杨叔便快步地朝着深沟处而去 而我跟李大副则飞快地朝着家的方向而去 等回到了小沟村已经是五点多了 很酸爽的 我跟李大副的村口就遇见了双方的父母 夕阳下 这四道身影啊 就好像镇守南天门的四大天王一样 你们两个 还直到回来呀 不出意外 我跟李大副在村口饱饱地吃着顿 金竹子炒肉 战况之惨烈 惨了豪生 直接让整个小沟村的人都跑出来看起了热闹 以至于我跟李大副都心照不宣的 不敢说在灌沟里遇到的事 反正杨叔叔去报警了 要是知道我们还干出了这么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 今日这屁股就可以直接给割了 狼究竟 老子告诉你 以后妖子再听到你打架 非得把你给叼起来打 父亲一传爷爷的粗暴 一脚就将我给踹回了家里 原本在家里磨刀祸祸的爷爷拎着根棍子 看那样子已经是迫不及待的准备开始第二轮了 但是看到我今儿这一番常态的沉默 最终没能找到借口 毕竟以我以往的个性被爹妈打完之后 还得再来上几句好听呢 但是今天的确是被那尸体给吓得够呛 特别是那眼神 就算是想想心里都有些炸毛 回到家里书包一扔 我就钻进那被窝里面 至于院里的父母爷爷 看到我今天竟然不盯嘴 一时他竟还有些不适应 特别是爷爷 左思右想 又一次将矛头对准了父亲 王建国 你狗子的刚刚是不是想死瘦大碗 别看爷爷如今六十岁了 但是爸爸见了还是怂得不行 被呵斥的瞬间就缩了缩脖子 老伙儿 你这话说的 我这标准啊 就咋到你以前对我这标准的一百万在 你不行 没消云吗 爷爷看向我的屋子啊皱了皱眉 那这个小家伙今天是咋了吗 天儿渐渐的黑了 到了七九年 我们这边也通电了 夏季的山村夜里还是很凉爽的 院外头呢架着一根老式的王光灯泡 父亲跟爷爷坐在一旁吹着牛 您到爷爷这个年纪啊 平时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回味 以往初创抗日还有抗美援朝的事儿 妈妈屁 当时骂了两个日本鬼子夹几老子 老子隐私不送 那群没鬼了还想打完回家过十分钱 日里骂老子们破远算 直接把他们打呱起 最近老三战役打的是真理不错 还世界第三军事强攻 战活第三十军事强攻都够强 人工这次可说把这群南洋人给打头 哎就摸牢了啊 夏天的晚上都吃的很清淡 一盘子凉拌黄瓜丝 一碗凉拌辣瘦肉 就是一碗米汤汤嗯很是下饭 平时啊我还是很喜欢听爷爷讲以前抗战故事的 爷爷说三句有两句半都是在骂买屁 但是就能让人身临其境啊 感受到自己仿佛也在那段烽火岁月 为国家泡头炉洒热血 不过今天晚上啊我是没半点心情听故事 因为这深山老村的夜里实在是太宁静了 时不时啊那远处的山里边 还传来几声莫名其妙的鸟叫声 我总是忍不住回想那死人的眼神 真的就像是一个活人一样 但是肚子都被跑开了 怎么可能是活人呢 因为小时候的遭遇还有师父走的时候 说我这辈子跟鬼怪有绕不开的羁绊 以至于父母从小就没给我说过半点有关于我们这个村子的鬼怪往事 免得应验 这个时候的我 压根就不知道怎么去解释白天的遭遇 吃完饭以后便各自回到屋里睡了过去 进入到屋里啊 我便直接钻进了被窝里边 赶忙闭上了眼睛想早点睡过去 希望等到明天早上这块恐惧啊就能淡一些 很快父母屋里内喜喜苏苏的声音也消失了 整个院子也彻底他安静了下来 如果是平时啊我早就睡着了 但是今晚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特别是今晚的月亮很亮 床前就是窗户被月光照的透亮一场 这窗外啊并没有什么 但是我的心里啊就是害怕 怕下一个白天那张惨白的人脸突然出现在窗外 有那双怨毒的眼睛看着我 就这样辗转反侧到了十二点 唐屋里那老吊猪突然一下接着一下嘶哑了起来 就好像啊眼前的唐屋里我这个老婆子正在有气无力的咳嗽一样 而我困倦终于是低过了恐惧 也就在将要睡着之际 窗外突然传来一阵脆生生的叫喊声 有心 听到了有人喊我半醒半睡之际 我直接回应了一句 放 放啥 本集播放完毕 请您点赞评论分享下集更加精彩